众所周知,近年来中国在军工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 不仅仅体现在我们自用的武器装备已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,在军工出口上,中国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,尤其是在无人机领域,除了美国一个能打的都没有,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军火商,曾多次通过各种手段,限制中国无人机的出口,不是限制距离就是限制载弹量,再到后来又要解除禁令。 不过依然无法撼动,中国在世界无人机市场的优势地位,毕竟我们已在无人机领域深耕多年,中国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,能以军突起达到如今的规模。 中东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大力购买功不可没,中国生产的无人机具备自动化程度高,操作简单方便等特点,简单到什么程度呢? 据说只要会玩射击游戏,智力正常反应不慢,经过三两个月的培训和实操,就能够轻松胜任。 这对战士频发中东地区来说,无疑是个福音,既能够得到完整的作战系统,又能极快地形成有效战斗力。 沙特作为国际军工市场上的大户,有好东西自然不甘人后,沙特部队首批装备的查打一体无人机,就是2014年从中国采购的一龙一型无人机,随后便投入到也门战事中。 至于效果如何沙特方面,一直没有公布过,但是在2016年期间,根据同样使用一龙无人机的阿联酋反应,由于中东地区气候的问题,对无人机和地面传感器之间的信号传输有一定的影响。 得知此消息的沙特一窄土豪风采,豪至100亿美金,再次引进了300架更为先进彩虹无人机,并将生产线搬回家。 彩虹无人机的性能已经在中东战场上得到了证明,这也是沙特果断出手的原因。 近日,沙特在一次军事行动中,终于亲自体会到了彩虹无人机的强大。 据俄罗斯消息称,沙特组织了一支数十辆军车的车队,向边境地区运送一批作战装备和生活物资。 没想到半路遭遇胡塞武装的伏击,沙军被别人穷追猛打了一路,迅速溃逃并紧急请求无人机支援,从中国引进的彩虹无人机立即出动。 赶到战场后胡塞武装,面对无人机无计可施,值得打道回府。 事后沙特媒体指出,关键时刻幸亏有中国的无人机,要不沙特军队很。